在类史上首个太空国家埃斯卡迪亚,26日在奥地利维耶纳,举行国家元首就职道典。 有54岁的团队领导人,俄罗斯科学家阿舒尔·贝利·伊伯·埃什·贝利担任第一院总统,来自俄罗斯、加拿大和美国等地的科学家于2016年宣布,要创建一个太空国家埃斯卡迪亚, 其国名源自于北欧神话中的天空居城阿斯加德,建国目的是希望能不受限制的发展太空技术,打造新的太空法规, 以及创造一个保护罩,足道太空垃圾,太阳要班和小行星撞击地球等。 综合外媒报道,目前阿斯加迪亚有自己的宪法,国会及国歌,甚至选出140位国会议员, 而且,已有超过20万人申请成为公民,是世界上公民人数第一把72多的国家。 更在去年11月发射阿斯加德一《立方卫星》,未来将用于储存该国公民的身份文件。 接下来该国计划发行自己的货币所拉搜了,并在未来25年内的太空建立领土,超过百人参加阿书尔贝里的就职典礼。 图路透社,阿书尔贝里·波尔舍贝里表示,阿斯加迪亚将会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太空国家。 在未来三个月内会成立外交部,希望与一定数量的国家建立双边关系后,以太空国家的身份,申请成为联合国会员。 阿斯加迪亚预计十年内获增人口至1.5亿人,并建造被有人造重力和可以防止受伏射的太空房舟,让人们可以永续生存。 不过依照现行外太空条约规定,外太空不能由任何国家以主权的方式占领或划分。 再加上阿斯加迪亚全部的公民现在都住在地球上,要如何上太空也是一大问题。 阿斯加迪亚的营运目前尽由阿舒尔贝利创立的国际航台研究中心在支撑,他们广要民众,一起成为太空公民,需要的官方网站注册成功,上载个人照等基本文献,便可以具备该国公民资格。 但该团队正在计划要展开募资,或是向国民收税,未来也不排除对公民进行智商测验,进行更严格的筛选。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